微电影是以超短时模式做完整剧情的影片呈现 近年来广为流行 而罗东镇公所今年由委外制作一部片长14分钟 名为亲爱的找个时间来罗东玩的微电影 而且参加资测会主办的台湾微电影节选拔 以1200多万的点击人次拿下人气奖的第一名 一位都会女子远离城市来到罗东游玩 透过探访罗东镇内各大景点的过程 重新找回自己的工作以及生活目标 而就是这部名为亲爱的找个时间来罗东玩的微电影 参加资测会所主办的第一届微电影节选拔 以1200多万人次的点击率 拿下人气奖的第一名 成功提高了罗东的能见度 靠脱传统的方式来做到我们这次的微电影 我们亲爱的找个时间来玩吧 这种方式来行销罗东 让罗东镇的知名度大大的提升 所以可以说 这可以说 感谢大家罗东镇民的 对罗东镇公司的支持 让我们罗东镇可以说 在政府里面提升这么多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行销罗东镇 让罗东镇的知名度更提高 这个生活品质更好 这部微电影是罗东镇公所特别委外制作 费时三个多月才完成 其中女主角黄于晴本身也是这部微电影的制片 而彰化人的她在拍片过后 发现淳朴的罗东小镇其实充满活力 非常值得一游 之前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淳朴的小镇 然后拍完之后我觉得它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对 然后它的运动公园让我印象很深 因为真的很大很漂亮 对 最喜欢你 很多地方都很喜欢 礼物局我也很喜欢 印象也很深 罗东镇公所强调透过微电影的手法 在影片当中 带入罗东民宿特色景点以及文化等等的介绍 不仅让观赏者产生共鸣 也获得一千两百多万人的点击肯定 成功行销罗东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